科技重症中科院发生退休金的民事官司 中科院直到民国87年 才被列入劳基法范围 有退休员工质疑 在这之前的年资 难道不能算退休金吗 案件进到二审 高院法官认为 总年资应该也要包含 在劳基法生肖前 法官的这个见解 其实是偏向劳工的 保护劳工的这个角度在说 所以他认为说只要是 既然条文的规定是说 劳工的年资是从受雇日开始计算 所以只要他73年 他已经受雇了 那就要把他73年的 第一个时间 受雇的时间 当成是他的年资的计算点 然后计算到他退休为止 除了这点时间 还横跨到民国94年 劳退行制上路 在这之前的年资 要以就职计算 前15年一年算两个基数 但劳工若没有选择 转到行制的话 退休金计算 也只能依照就职的公式 我是就职 在家公司待很久 我都可以待到退休 就是比较划算 因为我等于心就都有拿 所以我划得来 不过节青年资 转到行制的个人账户 不是自己说的算 要符合三大条件 包含劳退行制上路前 都在同间公司 2010年6月底前 同意转行制 以及劳雇双方都同意 节青年资 是劳工要自己 为自己选择说 他会不会在这个事业底 继续做很久 因为如果就职的年资 他没有换成行制的话 他必须要继续在同一个事业 会持续工作到符合劳基法 53条的退休要件 法界认为中科院这起个案 属于罕见判决 也算是从法条上 扩大解释劳退范围 TVBS新闻人文 他有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